加州勒劇 大家好 我是Marky 今天帶你來到Glandora 在這個有名有歷史性上的66階room 66 有名的Donut Man 那如果你喜歡吃Donut的話 然後常常跑去比如說像是Crispy Cream 拜託拜託 不用了 來到這附近的話一定要試這家的 四十幾年了 而且你可能不知道 這邊很多就是美國人喜歡吃的Donut 後面的老闆竟然是個日本人喔 那這家最有名的其實是它的Seasonal的Donut 它有一個是Strawberry Donut是最有名的 不過現在不是草莓季節 所以它現在沒有 那如果說你有草莓季節來的話 它們基本是這樣新鮮的草莓把它切成塊狀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糖漿裡面 可是又不太過甜 整個塞到一個超級大的切開的Donut裡面 很大而且真的是真材實料 下次來試試看 那桃子季節的時候它們有桃子的也是一樣的做法 也是一樣的做法 哇哈哈哈哈 準備吃了準備吃了 那開啦開了給你們看看 我點的甜甜圈 不過這間應該叫甜甜圈嗎 因為有些好像不是圈類 那準備這個是叫Tiger Tail 這個是他們Seasonal的南瓜的口味的 然後這是有點像是那個泡芙型裡面是放Raspberry 然後這個裡面是蘋果 那這個最一般的巧克力 那開動了 試試這個 很軟 可是它自己家做的比較有一個嚼勁 因為他們的麵團好像是有放一點酵母 所以是慢慢發起來的 真的是想不太一樣 直接開南瓜的 連我都沒有吃過 後面就不好意思我就用手了 好 喜歡吃南瓜的朋友 這個不錯 不會甜 可是它的麵團比較 紅鬆紅鬆可是又有點咬勁 好像是CAKE DONUT 是算CAKE DONUT嗎 感覺有點between那個麵包跟蛋糕那種口感 好吃耶 好福 因為這個我也沒有吃過耶 所以我去這家去了好久 這家是連我媽都喜歡吃的 來試試試看這個 哇 好難啊 來試試看 它不是泡芙 泡芙類的甜甜圈 嗯 它這上面的口感 你咬下去的一下 會有點 像是有點脆脆的感覺 可是裡面又突然變很軟 跟一般的泡芙不一樣 可是它有點那個就是泡芙那種感覺 可是它外面是 酥酥的 酥脆的感覺 好吃耶好吃耶 而且不會太甜真的 如果說你覺得 去別家的甜甜圈覺得太甜的話 這家的比較不甜 那接下來我要試這個 Apple的 那這家呢 它的特點是 它水果口味的東西 它們都是以新鮮的水果 直接拿來製作的 不是 不是那種 像有些地方啊 就隨便拿個醬 就給你 呼嚨過去 它就連剛才的 Raspberries都有它的 果肉在裡面耶 接下來 試試看它們的 像蘋果派Filling的東西 好吃 喜歡吃蘋果派的人 一定會喜歡吃這個 Doughnut 這個是Chocolate Bar 我剛才吃的嘴巴很多東西 不能把它講 像它的蘋果的剛才啊 你咬進去的時候 連蘋果還有那種脆脆的感覺耶 那這個是它的Chocolate Bar 非常愛它的麵團的口感 軟軟的 可是又跟你一般 你平常在一般的 Doughnut Shop的 口感不太一樣 我就為了它這個麵皮 它的這種麵團 我就可以來吃這間 好吃喔 快來